初步调查事实报告 空军救护对黑鹰直升机上个月失事 军方经过一个多月调查 综合美方和运安会解读黑盒子 还原飞行轨迹与飞行员对话 研判机械故障可能性低 证据岛上地形 气候 与人员反应不及所致 按照现有的事证 我们初判因山区天气骤变 云雾浓厚 同时受渔动凝存的影响 飞行中瞬间静云 飞行员不及爬高硬处 触地坠毁 属于环境也就是天气及地形 与人员的复合因素 根据空军调查报告 黑鹰直升机7点54分 从松山机场起飞后一切正常 经过平临山区后遇上云雾 正驾驶一度说回程可能不能走 随后机身左边进入云雾 8点06分副驾驶建议爬升 并开启仪器警告 正驾驶随后回报爬升高度 之后20秒内副驾驶两度提醒注意高度 正驾驶则回复之道 同时间也在用无线电与台北进场台对话 但随即在8点07分发生事故 不利的因素当时同时发生 上面的云层下压 前方有三菱线的阻挡 右侧部分物是地面 所以说这个它的反应 我们分析了它在空中操作的反应 还有它所有的操作数据 它大概是每一个飞行员 在当时的情况下 大概都会这样子来操作 大概都会这样子来操作 只是没想到它后续这个变化的这么快 其实老实说我们这个经过计算 它如果多一到两秒的时间 这架飞机不会撞山 关键两秒拉升不及 导致黑鹰直升机 以时速220公里速度撞山 在地面翻滚70公尺 位在驾驶舱的飞行员 与前排座位的总长沈一鸣等 还有靠右侧撞击点的军官全部罹难 身还的五个人则是全部集中在左后方 空军救护队重大飞案意外 军方也公布惩处名单 包括救护队长大过一次调离限职 第四连队长副连队长继过两次 空军司令与副司令继过一次 空军表示将务实检讨 精进飞行员训练 将加装机载器上雷达 未来救护队专机勤务 也都会派遣双阵驾驶 提升飞行安全 新唐人烈士持千里 刘志银 台湾台报道 第四连队长副连行 感谢观看